感受科技与娱乐唯一体的轻松悠闲 体验多伦多唯一的窗面感应游戏技术 带给你的各种新鲜KTV游戏 全新的数码娱乐理念引领潮流悠闲方式 E&T karaoke提供你最时尚的私人观唱空间 地址505 Highway 7 East 地下一层 2話647-996-5211 其实现在在网民心目中真的很多宅男女神 除了一群聰明之外 也有一些非常清純和可爱的 其中一个就是今年23岁的唐妹 唐妹其实已经成为了宅男女神 个个都觉得她小小的非常有趣 而且唱歌非常好听 不知为什么最近有集资就说 这位23岁的宅男女神 原来一组已经有男朋友还结婚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被一切娱乐试试 相信大家都知道有组合叫做唐兄妹 其实唐兄妹两个是没亲戚关系的 两个是好朋友来的 其实唐妹今年只有23岁 身高4尺9寸 小小成为了网民的新一代宅男女神 大家都会觉得她非常之可爱啦 原来唐妹在06年的时候已经入行的啦 当年只有18岁啦 入行就是加盟Low Music的 除了做这个Lammo之外 也都会唱歌 去不同的地方唱歌赚钱的 也有参加这个歌唱比赛 直到去到这个10年的时候 就跟唐兄组合了这个唐兄妹 跟着就出来出这个唱片 还非常之受欢迎的 一直以来很多记者都很有兴趣 就是唐妹的感情词的 唐妹就说感情一片空白 但她自己就非常之主动的 她说如果见到自己喜欢的男孩 她是会主动这样去示爱的 不过她都说其实示爱 她已经有两次失败了啦 她也都承认说自己暗恋一位圈内的男model 大家都会怀疑那个人是Dominion 因为都拍到他们两个 试过一起去逛街 虽然是这样 唐妹就否认这件事 最近一班记者就帮她起底 就发现原来06年的时候 当唐妹加盟Low Music的时候 已经很多人知道其实她已经结婚了 而她的老公就是做网页设计的 跟她是中学同学来的 而这位老公也是介绍唐卿 给唐妹认识的人 所以其实很多人不提这件事 但圈内已经很多人知道 唐妹其实结婚了 当然一班记者有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 也没有想容不知道她老公是什么样的 所以唯一去找唐妹 就着这件事 唐妹就说都不明白为什么会传出来的 不如你问一下知情人士给多些证据吧 她说自己绝对是没有结婚的 她说结婚一定会告诉别人 而且现在感情空白 接着她的经理人就因为看到一班记者 经常问她这个问题就拉走了她 这班记者是没有经证实说 Candy是结婚的 只不过是他们知道 曾经出任Low Music的其中一个人 叫做王丽儿是曾经结婚的 而唐妹之前的名字是叫做王丽儿的 现在就叫做王山儿的 所以有理由相信她已经结婚的 如果看时间的话 应该我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06年的时候 其实唐妹只有18岁 18岁已经结婚 就奇怪了一点点 也都说她的老公和她差不多大 所以没什么理由 只有18岁就会去结婚的 还说他们中学的时候拍了几年拖 就立刻结婚了 不是很似的 可能都是一班记者 没什么写才拿出来写的 不过这么久 是时候白晋公投 今天白晋公投的题目想问一下你 你相信我唐妹已经结婚了 让她将你的意见 开到白晋娱乐的网站 点击订阅区将你的意见发表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很多很多公仔 很多很多公仔 她的房间都是乐器 乐器 然后整个房间就 充满着紫色 有些男生也会这样 撞一下胸口吗是不是 那他就撞我 然后他就说 那是不太一样 那是不太一样 但是骚扰她 他不是骚扰 他忘了我是你 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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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一起 我跟你一起来一个好不好 好 一二三 想知道我们跟鸡鸡聊了什么吗 请密切留意 娱乐on show Let's go by bwd6